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今天给大家分享 如何用一个苹果来赶走失眠心烦的问题 这个方法也是像一位老中医逃教来的 前段时间,我总是失眠心烦睡不着 即使睡着了,夜里也总是隔两个小时醒一次 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憔悴苍老 自从学会了苹果这样吃 睡眠质量明显的改善了 一觉就能睡到天大亮 首先,我们把苹果用食盐搓洗一下 搓洗好了之后,再浇清水把苹果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苹果,把它一分为四 再把苹果盒去掉 苹果盒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清清酸是不能吃的 食用之后,很容易出现中毒的症状 头晕,恶心等等 去好之后,再把苹果切成小片 俗话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苹果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果胶等等 常吃苹果可以预防多种疾病 另外,苹果还可以生津止渴 清热除饭 并且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 促进睡眠 苹果切好了之后,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来准备半根生山药 然后再用刮皮刀把山药的外皮刮掉 山药是一种钥匙同源的食物 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同样常吃山药 也有清新安神的作用 山药去皮之后,我们再把它切成小块 山药我们最好选择滑山药当中的铁棍山药 这种山药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切好之后,也把山药放入盘中 接着再准备五颗干百合 先加入清水 把百合浸泡15分钟 15分钟之后,百合就浸泡好了 把它们清洗干净 百合可以拧心安神 这种食材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清洗干净之后,用滤网过滤出来 也放入盘中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锅中 然后再浇适量的清水 再盖上盖子 开大火煮上10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准备五颗桂圆,五颗红枣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食材抓洗一下 有的人会有疑问 桂圆直接剥壳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洗呢 其实桂圆壳也是一味中药材 桂圆壳的营养价值一点不比桂圆肉要少 清洗干净之后,把它控水捞出,放到案板上 我们为了发挥桂圆最大的营养价值 可以用刀把桂圆拍扁 像这样,桂圆壳和桂圆肉都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桂圆壳和桂圆果肉都有非常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 接下来再把红枣画开一个口子 红枣这样画一下 它的果肉营养价值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画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 十分钟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这时候苹果和山药已经煮的差不多软烂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红枣桂圆倒进去了 倒进去之后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转小火盖上盖子 再煮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这时候红枣桂圆的营养价值也释放出来了 我们再加入一勺红糖 红糖也有非常好的稳补作用 把它搅拌一下 继续煮上两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两分钟之后 这道超级好喝的苹果安神汤就做好了 把它盛入碗中就可以开喝了 这道苹果安神汤 它的最佳饮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最好是放在晚上睡前两个小时 这道安神汤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喝的 像一些容易上火热性体质的人 就不适合喝这道安神汤 这道安神汤甜甜的 非常的好喝 里面的食材要一起吃进去 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安神助眠 还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如果您经常失眠 睡不好觉 不妨试一下这个办法 坚持上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明显的改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都能少手给我领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